立委报到之后 现在三党针对开议时间 却出现了意见分歧 时间赶快交给淑军 立法院新会期2月1号才报到 结果立刻出现了蓝绿白三党的分歧点 主要就是蓝绿有共识 2月23号立法院开议 但黄国昌怒呛太晚了 他反对 现在立法院长韩国瑜的首份工作 就是在5号下午召开朝野协商 讨论开议的时间 国会多数党的国民党 党团总招傅昆琪 已经表示说建议2月23号 民进党部分也表示 2月23号比较刚好 但是黄国昌就爆料了 他说在1号下午 他担任副院长投票的监票员 当时国民党团总招傅昆琪 就跑去跟柯建民讲话 之后傅昆琪就来找他 直言说国昌兄 我们跟柯总招讲好了 就是2月23号开议 对此黄国昌非常不满意 他说这是知会他 他也当场就说 对不起我反对 因为太晚了 民众党团决定说 要尽早的来开议 应该要在2月6号开议 底线是2月16号 而且要马上选出招位 招位选完之后 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回家过年 过完年回来开工 开工之后 包含行政院长来报告 总质询 委员会便可以开始排议程 立法院就上工了 对此民进党团的总招 柯建民就说了 尊重民众党的看法 但是这2月6号 等于是要顾年前开议 老是搞成这样不实际 接下来会进入朝野协商 再来谈 不过要谈的恐怕不止这个 因为接下来 各委员会的招位 也是备受关注 传出国民党 是不是释出善意 礼浪一席 招位给民众党 寻求他们助攻韩国瑜 对此黄国昌也被问到了 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来接任 司法委员会的招位 他回应说不可能 除非委员会的委员们 觉得给黄国昌排议程 会比较将来精彩 而且让大家愿意来投票给他 黄国昌讲完之后 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 不过也可以看到 从报道之后 立刻出现分歧点 接下来的内院新会期 确实精彩可期 嗯 嗯